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魔力枪是枪炮星使用的武器之一 一般使用魔力枪的枪炮星会常被两把双枪进行攻击 并以游走的打法为主 在跑动的过程中通过技巧的施放对敌人造成持续性的伤害 快速连续技是枪炮星比较有特点的输出方式之一 例如手枪射击 连续射击 连续速射 重弹射击的四个接弓就是通过短时间内的高速连续攻击 给敌人造成强而有力的伤害 除了连续攻击外 神套炸弹 煤星攻击 瞄准煤星 沉默弹四大控制技能 也能有效和敌人保持安全的距离 并限制对方技能的使用 射魂射击 射魂连射 射魂速射三阶段连续技 是枪炮星比较带有特色的吸附类攻击技能 在攻击的同时可以吸取一定的精神力和生命力来补充自己 除了魔力枪之外 枪炮星还可以装备双手枪攻击武器 魔力炮 虽然攻击较慢 但是威力强劲 经常会给敌人带来成敦的伤害 累积技是枪炮星超高输出技能的代表技能 防空炮 火魔炮 灵魂炮等单三阶段累积技 在成功完成三阶段的能量积累后 可对敌人造成巨额的伤害 超长控制也是魔力炮的特色之一 装备魔力炮后 枪炮星将拥有超长时间控制技能束缚炮 被束缚炮命中的目标 最长被控时间可达20秒 除了单体伤害技能 装备魔力炮的枪炮星还可通过喷射炮机 射魂炮机对群体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巨额伤害 以上就是关于枪炮星的相关介绍 是不是觉得很酷 很炫 很不得马上就想试一试这个职业呢 永恒之塔4.0封策于3月13日正式开启 届时官方会配合举办多种活动 来让玩家更好的对新职业进行体验 除了会赠送新职业的专属礼包外 还有更多印象不到的惊喜等着大家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 记得要持续关注我们永恒之塔4.0情报站哦 下期将为大家带来永恒之塔4.0 捏人系统及新款装备的介绍 千万不要错过哦 拜拜